還記得去年的二十元 蚵仔米嫂崩潑馬 主記長朱澤民今天在立法院 又在被問到物價的議題 立委羅明才詢問 知不知道肉圓一顆要多少錢呢 朱澤民這次回答得快很準 舉例小吃類大概都是五十六十七十元 完美的通過立委的考驗 還不忘反酸自己一下 現在的問題都會考慮一下才答覆 因為實在重計太多次了 跟你講小吃類的東西 都大概五十六十七 其實我們有一個感覺 上次是重計啦 謝謝 戶價最新口題一把完一碗多少錢 行政院主記長朱澤民 記取去年二十元面線奏訊 達得是快很準 但考驗還沒完 現在一個便當外食組的便當 隨便什麼排骨飯雞腿飯 那個一個都要多少錢 大的一個便當 台灣雞腿 你可能要要還要注意 尤其貴黨很怕吃到萊克巴德恩 C湯口通通完美過關 還有餘力反江一軍 朱澤民也不忘酸自己一下 我的問題我都會考慮一下 再答 謝謝 我會馬上答 因為重計很多次 但近期五甲飆漲 尤其雞蛋漲最凶 李維賴士寶也來個蛋甲抽查 那多少錢你知道嗎 大概五十五塊 五十五塊喔 你要備了啦 我沒有備 這個我每天 沒有我每個禮拜都會去採購一次 謝謝 買到八十塊的 有時候買到一百塊的 那個是比較那個所謂 人道養肌那個委員吃的蛋比較 朱澤民見招招招 將立委質詢硬聲聲怼回去 讓賴士寶氣得大罵 天兵啊 活在天空中啊 我只活在地上 我現在就站在這裡 我沒有站在天空中 朱澤民頻頻搶答 來一波精彩反質詢 兩人春槍舌劍 也這一次讓平民美食成為立院 共防焦點 我沒有這樣就搶話 那奇怪 不要學蘇貞昌啊 記者 我們要啟程 如今台北採訪報導